關於這個問題 我想先講一下我對品牌的概念 品牌它應該是在講一個企業 它對它的下游 它的客人的一個 黏著度跟說服力 那黏著度越高 說服力越強 它的就更有定價的能力 那它就會獲得更高的利潤 所以當然品牌的打造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打造品牌的過程 我認為是起起落落 公司的經營時好時壞 有時候會很順利 人員也一直在加入 那有時候會有人離開 市場也會遇到競爭 那獲利會減少 那有時候也會很順利獲利增加 更有能量去經營一個整個團隊 那打造品牌其實就是在經營整個 可以歷時更長久穩健成長的團隊 那所以它的這個最大的挑戰 其實是來自於經營者 董事會的決心 因為你會碰到種種的困難 不管是你的市場 競爭者 供應商 或者是合作的對象 客戶 還有最重要的困難應該是在 整個團隊的建立 你會遇到人給你的挫折 然後你也會從人當中去得到 這種支撐喜悅 那要永遠堅持一直走下去 其實這個是要相當的決心 最困難的地方我認為是這個 我們公司開始做消費品到現在有22年 那就是說消費品有消費品的品牌 工業產品有工業產品的品牌 那我們在工業產品的品牌 過去的30幾年 成功的吸住了很多重視品質的客戶 所以我們也有一個相當的 這個說服力跟黏著度 讓這些高值優值的客戶 願意多付一點錢 但這個錢還是很少 只要有直接賣到消費者 那個金額才會高 這個大家都了解 我們在1998開始做這個消費品 然後到2017消費品第二品牌建立 那剛好工業局有一個這個指導案 然後我們就請了一個廣告公司徵官來輔導 那後來我們也接受他們的輔導 那我們是從過去對這個行銷上的概念 蒙蒙懂懂自己摸索 然後有一個很專業的 廣告公司來給我們指導 同時我們在那個時候也有招募了一群 非常優質的年輕的團隊 然後就這一群年輕的團隊 跟廣告公司一起去做了很多努力 然後把這些廣告公司的經驗 移植到我們的年輕的團隊身上 然後希望我們未來 藉著這樣的一個移植奠定我們在 消費品行銷上的一個概念 我覺得這個收穫是很大 然後也加深了加強了 我們在這一塊消費品的品牌 建立了一個決心